谈点变形金刚那些你不知道的细节 细节一天灾的徽章 作为变弃里登场的全新粉派 他的实力远胜于领袖倾天主 火力全开之下 大柱子在其手中都走不过三招 就连巨无霸的领袖圣元都被他一招秒杀 而他拥有非常特殊的癖好就是收集徽章 每杀死一位强大的敌人 他都会收下其徽章来增加自己的 而在抵达地球之前 天灾早已屠戮过成千上万个世纪 他右臂上的徽章也代表着赫赫威敏 他们分别是原始绅 精英卫队 汽车人 雷霆拯救队 可以说全部阵营都被他杀了的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天灾实力之强大 细节二变形金刚的武器 在电影变三中 由于一天敌开启能进行空间传送的太空球 大批霸天虎们纷纷入侵地球 不知道你们有没仔细观察 此时他们的武器打在人类身上 都是直接让他们灰飞烟灭 有趣的是 在独立电影《大黄蜂》中 反弹球的枪炮打在人类身上 则是直接将它们分解成夜地 细节三黑人钢铁侠 在变七大决战时 幻影为了帮助男主诺亚夺取钥匙 选择独自迎战天灾 尽管凭借自己的幻象成功拖延时间 可最终却难敌强大的对手 而眼看诺亚即将被天灾杀死 幻影选择用自己身躯为其挡下致命 可自己却被炸得奄奄于袭 濒临死亡之际 幻影将自己承绷与诺亚融合 而变形金刚版的钢铁侠也就此战神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观众都在土袍抄死 其实这是变形金刚独有的影者战士 最早登场于日本1988年的动画《超神勇者之力》 细节四汽车人对威震天的态度 在变衣决战时 当汽车人见到巅峰老威出现在战场时 救护车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威震天带来的压迫 而他更是凭借首次绝识 1v1吊打领袖擎天主一战成名 可到了变故 当威震天追杀汽车人来到垃圾场时 探长居然单枪匹马就杀了官人 丝毫没有对霸天狐领袖的敬畏之心 而到了最终决战时 探长更是在热魄的配合之下 一人一枪就将老威狠狠压制 看来一切恐惧都是源远火力不足 谢谢大家